記憶在女生中捨出大會 可以擴大影響力 然後台灣的經驗可以輸出 然後第三個來講的話就是台灣的知名度 使用可以透過這個大會 然後台灣知名度可以提升 然後或是能夠譬如說突破外交的啊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大眾的倡議 跟提高大眾的認知非常的重要 然後還有國際的交流 然後不管是跨國的合作 或者是更多國際連結的機會 然後還有譬如說現在大家在談的新南下 然後下面來講的話就比較多瑣碎的 比如說可以合作擴大影響力 或是能夠協助組織賠力加速的機會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資金的導入 然後或者是社會創新的最佳案例 然後還是社會創業家的大會師 欸等一下這個是一樣的大眾認知 好所以有那麼多 好然後再來是企業的參與 那所以現在總共有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總共有九項 然後要再請大家站起來一下 要給大家三個點點 然後要請大家幫我們再從這幾個裡面 然後我們再來快速的聚焦 其實這個可以放在這裡 就變八項就好了 好那就八項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來選出五個 就是在這個大會上面可以期待 想要達到的目的 好 好 撥一支 撥掉 哎喲 居然銅票耶 喔!我的都贏了! 哥哥,你剛剛跳舞會剪刀之後不後悔 現在的我可以 那我就怪獸的說一下 一個是大眾倡議的認知 所以這應該跟今年度就是 設計有在做大會一樣 就是以最最基本的 就是希望可以透過這個大會 不管是對台灣的民眾 或是對亞太地區的民眾 在做社會企業上面的一些倡議跟認知 然後在第二個來講的話 就是大家還是希望可以透過這個大會 然後創造更多的國際連結 然後有更多的國際交流 或者是進而有更多的跨國合作的機會 那再來呢就是有兩個 好,這一個 就是比較偏向在企業參與 然後或者是社創投資 然後或者是企業的CSR 可以導入在社會企業上面 所以大家對這三點應該都沒有什麼問題嘛 然後再來第四個是 台灣的經驗輸出 然後可以擴大更多影響力 所以接下來就是這四個大項目 就會變成是我們在明年度 籌辦大會 然後會是主要的方向跟目的 所以就是一個是大眾倡議 然後國際的連結交流 然後再來是企業的導入 然後再來就是台灣經驗輸出 好,所以主要是這四大項 所以這個定位就會是我們這四年來 接下來這四年的操作都會以這個為主 那我會再回去把它稍微再把它寫更詳細一點點 嗯嗯嗯 感覺大家要選擇性障礙 哈哈哈哈 每個題都想要放進來 哈哈哈哈 哈哈 小姐還在想 或者大家覺得什麼議題真的很想要 就把它寫 六個貼上去也可以 好 好,那 大家投完了 然後我們就做牌序 然後我們會用這個牌序 然後來做後續的發想 然後對,最高票就是科技創新 所以現在就是Taplewood這個主題 就是乾脆有人關注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來P的 然後再來第二高票的是海灣生派 然後其實不管是台灣是一個台東國家 然後還是是高雄本來就是港灣 所以就是海洋生態或是其中的議題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包含循環天際跟氣候行動的部分 其實兩個是可以扣在一起的 也是以SDG來看的話兩個東西是可以扣在一起的 然後我們剛剛也把任性程式直接歸納在這邊 然後再來第四個是包容性的就業 也就是不管是在抽到更多的就業機會 然後還是在社會父權上面 然後以及夥伴的關係 然後以及企業CNSR的導入 所以我們主要就是會有這幾個大的議題 然後會是我們主要就是在明年度再發想 整個議程裡面的那個主要的check 然後會是以這幾個來做最主要的發展跟發想 好 那以上 謝謝